北溪天然气管线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 其爆炸事件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对此事开展客观 公正 专业的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十分必要 应当加快调查进程 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赫时发布美国是北溪爆炸案策划者的调查报道后 保持了非同寻常的沉默 现在却出席一致的同步发生 面对诸多反常现象 请问美国对此如何解释 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中方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机构 为开展国际调查 保障跨国基础设施安全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支持安理会就此进行讨论 我们也敦促有关方面 就此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疑问和关切